那些年你的一男平 雷平三少后来怎么样了 一开始你选中了一个瘦长的得分手 第二年你选中了一个侵略如火的后卫 第三年你选中了一个老成的少年 那支渝南球队开始崛起 首轮 戏决 总决 他们被老江湖淘汰 那年 三少没有一个超过24岁 他们变得越来越好 成为MVP的候选人 成为最好的空位之一 成为最佳第六人 青春的乐章奏响到高潮便停止 哈登去了火箭队 杜兰特和威少在俄城携手前进 哈登成为最炙手可热的球星之一 大哥和二哥的组合成为常年总冠军争夺者 但巧合班 他们一直都没有夺冠 直到杜兰特去了勇士队 后来 威少和哈登都成为MVP 三少都成为了最好的球员 哈登和威少在休斯顿会合 杜兰特和哈登在布鲁克林巨手 美好的遐想总是很美好 但现实却总在一瞬间崩塌 我们一直没有成功 彼此又分开 各自为战 菲尼克斯的争冠前景还很难说 威少在快船拿着底芯 展现斗志 哈登仍然在等待自己的下一站 而那些青春 彻底过去了 如果我们想复刻那段岁月 大概只有在全明星截球派对里了 作为今年爆火的篮球游戏 官方非常懂球迷的情怀 接连推出了杜兰特·哈登威少 在手机上还原了雷霆三少的招牌动作 走区的无解中头 三分线外连续胯下之后的双后撤三分 还有霹雳火惊天不扣 只能说 青春 This is for you 这大概是游戏的好处吧 有些易难评的故事 可以为该谢结局